各位好 我们接着来说 为什么不要去西藏 因为佛法不在天上 更不在西藏 也不在印度 也不在耶路撒冷 也不在梵迪纲 就像我所反对的净土宗一样 净土不在西方 一切都在哪里呢 都在你我的心中 为什么不要去西藏呢 现在 生活好了 大家普遍都有钱了 穿的也好 吃的也好 都解决了后顾之忧 就觉得呀 在纷繁嘈杂的现代社会中 这个心灵 内心 无法得到 宁静 所以就 所以就 渴求 找一片净土 听说 高原之上 这个 青藏地区 是一片净土 佛国 到了这里呀 到了这里呀 就能洗涤心灵 就会找到人生的方向 其实到西藏啊 你只会看到 感知到 感知到 遍地的愚昧 落后 自私 与 恐怖 为什么这么讲呢 你看 西藏的山啊 多么的 高 西藏的水 多么的清澈 给大家 这个 讲一讲啊 西藏 除了山 水 艺术创作 也确实是 十分的精美 比如 他们的 油酥 作画 就是 用这些酥油啊 或者说是 冷却的啊 动物的油脂 植物的油脂 也罢 在过去呢 有这么一门技术 僧侣也好 普通的信众也好 会在这个 温度 在零度啊 就是冰点 以下 把这个油脂啊 由这个液体 凝固成 这个固体的形态 然后呢 在每年的固定时间 或者一个月 两个月 起早贪黑的 为寺庙 赶制出 一幅佛教 工艺品 或者是 坛成 啊 或者是 这个 一副 花朵 总之啊 差不多要用三十天的 或者六十天的时间 用人的这个双手啊 把零度以下的油脂 然后呢 做成一幅立体的画卷 然后呢 放在寺庙里 供养 供养谁呢 供养自己 因为 长时间 在这种 冰点 以下的环境中 做画 作者的手指啊 就会动伤 动坏 等这个画作 完成之时 就是作者 手指坏死 需要节之之日 所以在过去 在不同的 寺庙里 特别是 藏区 会看到啊 总有那么一两个人的 双手 是没有的 这些人啊 用自己所学的这种 绘画也好 雕塑艺术也好 在三十天到六十天的时间里 感制出 确实啊 确实很美丽的一件 艺术品 表面上呢 是要 供养给 佛祖 供养给寺庙 实际上 从作品完成的那一刻 自己的双手啊 就动坏掉 坏死掉 只能截肢啊 人失去了双手 靠什么生活呢 就靠着寺院的香火钱 拿出一部分来 终生 供养 这名画作的作者 所以啊 在西藏 你只能看到 过去的这种愚昧 落后 自私 与 恐怖 这种苏游作画 实际上 同这个 佛教北宗 与南方上座部的 起实修行 啊 乞讨实物 修行一样 只会 坠入到无间的地狱 不可能得到拯救 也不可能普渡众生 按照上座部 佛教 和这个 北宗的修行方法 啊 这个 比丘 只能 启食 或者 接受供养 不能够 做什么 除草啊 耕地啊 这样下贱的工作 或者说 叫不敬业 这种 寄生虫式的 吸血鬼式的 修行方法 还想要 啊 往生 极乐 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 所以 禅宗 南宗的 百丈淮海 大师 才提出了 一日 不做 一日 不得食 过去 百丈淮海 大师 提出 佛家要 自力 更生 是因为 百丈淮海 大师 心怀 仁慈 当然 不是 是不得已 而为之 大家想想看 在中国 也好 在今天的世界 也好 最为人诟病的是什么 就是你 不劳 而获 不仅 不劳 而获 接受供养 还把 从事 啊 市 農 工商的 各个阶层 视为 不敬业 视为 下贱的行业 你怎么能 不被 世俗 所抛弃 怎么能 不让 当权者 厌恶 所以啊 后来 禅宗 北宗的一些 修行法门 逐渐的 原先 由这个 和统治者 甜四蜜 仅如一块的 这种关系 到最后 分崩 离析 不在乎你 这个一天 吃多少 用多少 关键在于 你这种 其实性质的 这种 蛀虫 吸血鬼式的 供养方式 是得不到 长久的 也得不到 旧度 好 我们今天 先说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 捧场 我们下期 再讲 我们下期 请不吝点赞